嘿,这里是DingLab宇宙电台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空山机 当你唤醒人工智能的时候 你会幻想他们在未来拥有怎样的形象设定 从隐医杀手,攻撬机动队 再到几度火热的爱、死亡和机器人 我们一睹未来世界的绚丽迷离 更对频繁出现的赛伯格 有了一些模糊的概念 永恒生命 宇宙与人工智能 这类话题永远令我们兴奋和着迷 你无法联想到世界上第一只人工智能狗 IBO 是日本情色大师之称的空山机 Hajime Soliyama所设计的 今天就让艺术与望共生的机械机之父 带你领略最性感的科技 要知道空山机最标志性的作品 《机械机》系列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诞生了 当时的日本正值经济繁荣发展 同时追随美国西皮士文化和元宇宙 机械的流行趋势 空山机正好出现在了那个 对时下艺术文化更具包容的年代 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机器人形象的诞生 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果没有空山机 大概你看到这些神秘又唯美的Sexy Robot 还要再持几十年 她就像个整容医生或者疯狂科学家 迷恋金属作为皮肤的人物和生物作品 以当日的大都会中 女性机器人Maria为灵感 创作了一系列赠量迷人 姿态妖娆的机械女体 曼妙的曲线 流畅的激励 金属的光泽 表达了她对人体机械美的极致追求 在一段时间内 机械技风靡整个日本 空山机甚至成为了 日本新机器美学的代名词 然而 它真正意义上受到全球瞩目 是在2019年东京上演的迪奥早秋大秀上 空山机所创作的机械机 化身巨型Sexy Robot 刷爆了当时的潮流圈 它用巨型机械女体和雷射灯光 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未来幻象 模特们的服饰配饰 也是空山描绘的性感机器人 机器人恐龙 以及空山设计的迪奥季节限定 这种大胆而科幻的想象和概念 逐渐给予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千禧年代新方向 在空山机的作品里 我们瞻仰对未知未来的恐惧 同时又会产生向往和归属的情绪 因为它对身体 肌理 以及曲线进行写实刻画 以最美的女性躯体为载体 这是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基因 不论性别 无法抗拒对美的追求 我喜欢女人 因为我是男的 而金属光泽对于我来说也是性感的 所以会把两者结合 即使在性取向和性别都被默认是流动的今天 空山机所表达的异性恋机器人之间的张力 也仍然可被视作为纯粹爱欲的象征 超越了人种 时间 时空 更超越了性别 或许是因为机械的概念被注入了人的情欲特质 空山的作品越发充满魅力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我们迷恋去动物园 水族馆 迷恋科幻电影 向往太空 当我们抛开个体的存在 以一个物种 去看待另一个物种和形态时 会真正感受到作为人类这一物种存在的意义 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 知道了为何而存在 而我们看向空山机所缔造的艺术师 看到了未来 不确定 恐惧 冰冷 但却又是我们无法逃避的 心底的欲望 有什么我需要告诉你 当我看着你玩 有什么改变 我感觉 不同 我感觉 我感觉 我一个人 我需要离开这个地方 和我感觉 我感觉 我感觉 我们不会再看一共 我未能看一共 我未能会 我未能会让你玩 但我会逐渐 我会逐渐 你认识 让我回来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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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